嗨,我的名字是Kai Wan 今天呢... 嗨,我的名字是Kai Wan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最近在玩的一個東西 那個就是我們的Data Color Spider Checker 嗨,我的名字是Kai Wan 今天呢,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在玩的一個東西 那就是我已經買很久的這個 Data Color Spider Checker 24 這就是一個應該大家都有看過的東西 就不管你到底有沒有在玩攝影 你應該都有看過這個東西 就是一個看起來七彩 各種顏色的色卡 那大家覺得可能 它就是一個色彩矯正 或者是就是...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當初買這個 其實是為了一個簡單的 就是你可能像是從早拍到晚 神經病 嗨,我的名字是Kai Wan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非常... 嗨,我的名字是Kai Wan 嗨,我的名字是Kai Wan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最近在研究 然後在玩的一個東西 那就是我們的... 我已經買很久的一個 放在房朝向的東西 這個是我們的Data Color Spider Checker 24 那這個東西呢 不管你到底是... 是不是攝影 有沒有玩攝影的人 應該都有看過這個東西 就是一個... 看起來很多顏色的色卡 然後這一面是給你矯正白平衡用的 那... 這個我知道... 一開始我買這個東西 就是... 為了要買... 那一開始... 那一開始我買這個東西 其實就是為了... 像是我想要一個準確的顏色 可能每一台相機都有不同的顏色管理啊 然後顏色呈現的方式 那你很難去還原真實的顏色 你到底這個... 紅色是什麼顏色 那那個綠色到底是什麼顏色 每一台相機拍出來都不太一樣 那如果我們要真實的還原 那個顏色真的應該要有的顏色 那就是... Data Color 它已經幫你解決 它已經幫你色彩管理 所以你其實只要... 拍一張照片或者是影片 你就把這個東西... 輸入到你的軟體裡面 那它就會幫你把所有的東西 顏色矯正回來 就是一個色彩管理的部分 就是... 手動的色彩管理 可以這麼理解 我一開始也是這樣子想 那我拍攝影片的時候 我原本是想要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你可能從早... 拍攝到晚上 那你可能... 太陽的色溫一直在改變 一直在改變 那我想要就是... 因為你... 顏色不太一樣 那... 理論上呈現了... 相機拍... 那我當初買這個東西 其實只是為了一個簡單的... 當初我買這個東西 其實只是為了一個簡單的色彩... 匹配嗎? 就是其實假設我一個... 同一個畫面 但是我從早上拍到晚上 那太陽其實一直改變 那相機接受到這些顏色的色溫啊 然後它的顏色資訊 其實也稍微有一點不一樣 那為了想要... 就是稍微後製簡單一點點 然後我就是... 在每一個畫面... 就是拍可能兩三顆鏡頭 我們就放一個... 這個表... 在畫面當中 然後結果我後製的時候 其實就非常... 亂七八糟 一團亂 其實... 就是... 沒有改善啦 就沒有讓事情... 輕鬆一點 反而更麻煩 就... 不如就直接對個色溫之類的 可能還會比較好 因為你每一個畫面去對... 不同的... 色卡 那雖然顏色不太一樣 那你如果想要把它矯正回來的話 你還有不同的鏡頭 然後你這個角度稍微偏一點點 其實也會有一點點關係 然後... 反正有很多很多... 因素... 會影響這個色卡 理論上你應該要... 一個很平均的光線照射到這個 但是就在戶外嘛 然後你就很趕 所以可能沒有時間 所以變成... 你後製就會一團亂 那... 今天呢 我終於... 開竅了 做出一些酷炫的事情 就是我把... 我所有的... 攝影機 就是可以拍影片的東西 我可能會拿來拍影片的東西 我全部都對一下這個色卡 就變成... 我每一台相機 我都把它... 色彩管理 就是有點像... 我自己覺得是有點像是... 手動的色彩管理 是這樣子的... 講法啦 就是我把所有的顏色 就轉換到同樣一個... 呈現的方式 所以我們的... 假設... 我們拍攝一個紅色 那我們現在每一台相機 不管你的手機啊... 平板啊... 然後你的GoPro啊... 不同的相機... 拍出來的東西... 你拍出來... 每一個紅色 肯定是不一樣 那... 現在我對完這個色卡 然後把整個... 丟到我們的軟體裡面 做一個... 第一個塗層的... 手動的色彩管理 那... 變成我們這個... 紅色... 理論上每一台相機 拍出來的紅色 他就可以把它矯正成... 同樣的一個紅色 拍每... 不同... 然後如果拍不同的顏色 那他們... 那拍不同的顏色 他也可以完全的把它... 把所有的顏色... 放到一個... 那... 如果拍不同的顏色... 那... 拍不同的顏色... 那拍不... 那拍不同的顏色... 那你就可以輕鬆了... 那拍不同的顏色... 那你就可以輕鬆了... 那你就可以把很多台攝影機... 相機... 手機... 不管... 就是你可以輕鬆丟到時間走 然後你就簡單的把... 塗層套進去... 我們就可以把... 簡單的一個色彩管理... 我們就可以把... 紅色啊黃色啊 然後就是所有的顏色 你理論上 就是套好這個 色彩管理的部分 你理論上每一台相機就是已經到一個基準點 就是每一台相機理論上是看起來一樣 除了曝光可能稍微有一點點不一樣 這樣子 那你就可以很簡單的 直接進行你的 更深入的調色 你想要把什麼東西拉怎麼樣啊 可能紅色我想要降低飽和 綠色降低飽和 然後什麼黃色要增加飽和 增加亮度之類的 就可以 全部 所有的攝影機一起調整 你不用說 因為我每一台攝影機的顏色不太一樣 然後我可能已經很努力的色彩匹配 然後我們後面去調整的東西 又開始有點怪怪的啊 或是我們挑的顏色又有點 有問題之類的 反正我最近就是把 差不多八台吧 八九台 可以 錄影片的攝影機 相機手機 都把它對一下這個色卡 就是用 對啊 手動的色彩管理 然後 應該是可以 省下非常非常多時間 就不用每一次 剪完影片 然後調色的時候 又在那裡 又要色彩匹配 哇這個怎麼又看起來太黃了 然後這個 哇塞這個色溫5000K 跟那一台5000K 看起來也不一樣 的這種問題 目前是 大概解決了 可能 七八十趴吧 那後面的 那二三十趴就是 還是要自己手去調整 就是 可能還是有一點 不太一樣 就每一個攝影機 顏色的 沒有一個標準 所以你就是要自己手動去調整 反正我們有一個 七八十趴的基準 那很快的 我們就可以 更輕鬆的來 調整顏色 然後來 做一些更有 意思的事情 好啦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分享 這個是Datacolor SpiderChecker24 那我覺得 還蠻有趣的 買了這麼久 結果現在才 終於開竅 好啦那之後我們今天的分享影片 當然喜歡訂閱 按個贊 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的一個全部都是攝影相關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Guy E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